欢迎收听还在听 我是你们的老编 我是容少爷 今天这一集我们要介绍 我们曾经在前几集曾经有预告过 我们应该要做一集 针对这位已逝的音乐大师 做词大师做一集专辑的介绍 那就是已经离开大家的林秋里老师 林秋里老师在今年的金曲奖 也被单为特别贡献奖 来贡献他在华语乐坛 真的是三四十年丰富的做词经验 然后帮我们写了非常多的好词 没错没错 2023年的金曲奖 给了林秋里老师一个终身的肯定 虽然说我们每次讲到这些 已经过世的音乐人的时候 我们常说情绪转换要需要一些功力 不过像我们今天就是用一个 我们用一个轻松的心情 我们用轻松的心情来回顾这些 曾经陪伴过我们很重要的歌曲 刚好都是 你要怎么用轻松的心情 我也想问你 有一个愉悦的语调吗 哈喽 我们来介绍林秋里跟熊美玲的歌 轻松的心情 慎重的语气 轻松的心情 老编是觉得这一集 我是非常建议大家 大家就是有机会的话 一个人的时候 或者是两个人跟朋友 家人安静的时候 可以再听一遍 如果你是平常是在上下班的时候听 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一集的歌曲太经典 而且非常非常的人性 有很多东西是真的要细细品尝 你更能够体会林秋里老师 写这些词的时候 心里面的一些心境 我想问老编 你觉得林秋里的歌词 有什么样子的特性 我觉得林秋里老师的歌词 不是那种殿堂之上的 就是拿着大声工要来讲革命的 或者是我们就举例好了 像罗大佑的歌词 然后就拿个大声工 要宣扬某些想法 或者是李宗盛 是不是有点像什么补习班老师 总是在帮你解题 把这些东西解开来 我觉得林秋里老师的东西 特别像是什么 就是他收集了他身边 这些人世间的这些故事 从世俗经验中累积出来的 可以怎么讲人间烟火 就是让你看到这些人性 这些人际关系 但是不是要从特别的制高点 就你刚刚讲的说教的方式 尤其是大部分林秋里老师的作品 我们小收听都是跟他的夫人 熊美玲老师一起做的 熊美玲老师写曲 然后林秋里老师写词 这样子 他自己认为他自己没有那么多的爱情经验 所以他非常在意怎样观察跟聆听 别人的故事 把他画作词的养分这样子 我觉得他跟熊美玲老师算是这个音乐界的神雕侠侣吧 因为他们真的创造了 打造了太多好听的作品 我们等一下一个个介绍下来 你会很吃惊 你可能平常没有注意这个词曲作者是谁 你一连串听下发现说 哇都是林秋里老师 在加熊美玲老师的作品的时候 真的会肃然起劲 因为太多非常多 非常多 这个林秋里老师说 他的创作的习惯 就是要先了解歌手的特质 根据歌手本身的这个特质 再去激发他创作的想法 所以你就可以理解 这些歌为什么都成为这些歌手的代表作 那一定有原因 我觉得他深刻的理解 这个歌手可以掌握这个歌词中的情境 好了 不讲废话了 我们就直接进来介绍今天的第一首 林秋里老师跟熊美玲老师合作的作品 这首歌是不是大家很久没有听 这是老编在那个年代 真的是常常听到的歌曲 走在大街小巷都听得到的 动不动就说爱我 吃麻龙眼 每个人都说 坐在自己太承受 请让爱相信到 让爱相信到 动不动就说爱我 谁有两波爱的酒 才能当做一生的承诺 留不留你又如何 你当成爱落地后 就让泪水吸起我伤口 这首歌我倒是非常有印象 应该是我小时候对于美声合唱的最早的记忆 Pyzen不是大小百合 是这一首歌 而且我觉得芝麻龙眼 他们的声音的搭配性 我觉得非常的有趣 因为芝麻的声音 它就是比较 它其实是沙哑的声音 但是它声音是比较高亢 但是龙眼的声音 我觉得是很沉稳很细致 两个人搭配在一起 我觉得非常的和谐 而且整首歌其实它的商业性 我觉得非常足 而且是带着一点点民歌感的流行作品 对没错 因为他们就是后民歌时代 非常重要的女子二重唱 当初香城唱片 在打造芝麻龙眼的时候 就很清楚 他们要以学生消费者为TA 所以让他们呈现一个 类似怎么样 张青方家范怡文的感觉 一高一低 但是又不是像大小百合那个样子 这么美声的团体 带了一点学生感觉 像同班同学的感觉 这样子 这个芝麻与龙眼 就是后来因为 大家都知道那件事情 就是香城歌手发生的车祸事件 大家也都知道 我们介绍这些歌都几十年了 人事变迁 真的有很多的事情会发生 所以大家听还在听 要习惯一件事情 我们常常讲到 某一个创作人或歌手 他可能已经不在人世间了 不过因为他们的音乐还在 所以感觉他们好像没有距离我们很远 这个动不动就说爱我这首歌 当然是芝麻龙眼的成名作代表作 老编以前最深刻的一个版本 是我小时候 就是跟家人去那种 很台式的西餐厅吃牛排的时候 旁边就有那种助唱歌手 我永远记得他在现场唱了这个动不动就说爱我 我跟你讲真的好难听 他唱的好难听 因此当我后来再回去听芝麻与龙眼的录音室版本的时候 真的非常珍惜 因为乍听之下蛮简单的歌 歌词并没有讲到什么多么复杂的情绪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就是一个就是女孩子 对于这个动不动就开口说爱我的这个男孩子 这一个打的一个问号 就是你常常这样子讲 你真的知道你有想过你可以爱我多久 你才能够当做一生的承诺吗 这种深入这个庶民生活的词曲 我觉得其实就是功利 你刚刚不是问我说这个林秋玉老师是什么样子的定位吗 我会觉得 我觉得他很像是世间人情的素描大师 就是他把他所看到的人世间的情感 用很直白的方式写出来 刚刚这个动不动就说爱我 我觉得他就是一首很有人味的歌 那我们接下来介绍的这一首就不只是人味而已 还有点肉味 肉郁的味道 听了歌名 不熟悉自我个人听了歌名 你大概也可以感受出来这个肉味 这首歌叫做抱着你的感觉 歌手叫张陶陶 天天天秘密说声爱我 还说舍不得离开我 你眼中秘密诉说着孤独 而我装作没看到 至少还能够拥抱 当做一种满足凄凉的美丽 什么事我都不在意 就这样拥抱在一起 我已心思 我已醉在泪光里 其实我要讲一件很迷的事情 因为我对于张涛涛的歌 我记得有这首歌 但是其实我印象很深刻是 他在90年代初期 我不知道老编记不记得 他跟一个歌手叫夏捷 组成一个叫什么 巧克力牛奶 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团体 但是我后来才知道 原来他就是抱着你的感觉的原唱 而且抱着你的感觉 我觉得他这就是一个都会首女的情歌 而且副歌真的很有熊美玲 我觉得熊美玲也是非常会写这种 很澎湃的情歌 那我记得林丘黎 他在评鉴自己的作品的时候 他在早期他会说 他最喜欢的歌 跟觉得最精彩的歌 是这首歌 我觉得蛮有趣的 对 这可能就是他抱着熊美玲老师的感觉 好肉欲 不好意思啊 两位老师 但是这首歌真的是很红 他很可惜 歌红人不红 1987年 这首歌大街小巷都在唱 跟刚刚的东东就是爱我一样 但是知道这首歌原唱是张涛涛的人很少 反倒是后来叶爱玲又拿回去翻唱 很多人一直以为这是叶爱玲的歌 不惜 这是张涛涛的原唱 好 这首歌就是 看了歌词里面讲的 就是抱着你的感觉 好好 静静俗珍你的心跳 对 可是我小时候听的时候 其实 我是立刻就觉得说 哇 各位80年代末期 有人就这样子这么直白的写 情人抱在一起的感觉 数着心跳 情愿让时间都停了 那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感觉 就带着意义情味的感觉 知道那个时候还在讲些什么国族情怀的时候 这个讲到这个熊明寅老师的曲 刚刚那个少爷有讲 他的曲我一直觉得很特别的原因是 你知道熊明寅老师 大家如果去这个网络上可以去看一下熊明寅老师的影片 他讲话非常的温柔 感觉是一个有点柔弱的女子 可是他写的歌的冲击感非常的大 他连他自己唱歌时候都非常的有力道 他曾经自己说 他说你不要看我这个样子 他唱歌的时候 他自己觉得是怎么讲 很泼辣的感觉 对 他唱歌很激动 大家真的要去听一下他早期的一些他自己的原创作品 自己的专程 我是觉得他有点像中导美雪的感觉了 就是讲话跟唱歌两个人的感觉 然后熊明寅老师这个听说是很喜欢在做家事的时候写曲 然后他那个没有什么什么出国充电啊 旅行找灵感这件事情 有一首歌叫做一生情一生还 这个林熊明寅老师说是这个熊美琳在炒苦瓜的时候写出来的歌 我不知道是真是假 还是要再开玩笑了 不过这两位的确也成了演唱者范怡文的贵人 我们曾经介绍过一生情一生还 我们进来介绍另外一首范怡文演唱林秋梨跟熊美琳的作品 夜那样生 把我围在深圳阵的角落 守着那心中残留的火 夜那样生 连星光也沉默 风吹落了 小黄夜愁 原来是一场期待中 多美好的梦 如今让黑夜将它掩摩 我们对于感冒戏歌机 范怡文真的赞誉有加 一有机会就会想要介绍范怡文的歌 而且我觉得范怡文他早期出了几张专辑 整个质量真的都是蛮好的 尤其这张专辑主打歌一生情一生还 跟这首夜那样生 都是熊美琳他们的作品 真的非常好听 而且我觉得这两首歌的差异也有点大 这首夜那样生 我觉得真的就是一个比较属于夜晚都会的一个肃琴的一个小品 一生情一生还 我觉得是比较古典一点 夜那样生真的就是比较现代一点 而且你从1986年这个时候 林秋雨老师的作品里面 其实就感受出了一种惆怅 就是他非常会写 就是这个人与人之间那种 没有办法彻底的亲近 或者是得到对方的爱的那种惆怅 他写得非常非常的好 这个夜那样生 1986年 这个曾经跟这个范怡文合唱过 这些日子以来的张青芳 在1986年也唱了熊美玲跟林秋雨的作品 我们进来听到这首歌 对老编来讲这是世纪名曲之一 张青芳演唱的 《我还年轻》 在生活中 写高的事情 是谁也说不定 你捕捉我 有一滴眼神 想跳动我的心 我还年轻 陌生的感情 那最好不要太接近 在噩梦中 不停地追逐 在沉睡中惊喜 那黑暗中 煽动的星光 像窥探的眼睛 我还年轻 心情还不定 能接受你的气 只好告诉你 我早已经给了别人我的心 《我还年轻》 这应该是张青芳最早期 应该就是经典中的经典之一吧 因为他早期真的有非常多 非常出名的作品 而且这首《我还年轻》 我自己会觉得 好像回应第一张专辑 激情过后 他就说为什么会激情 其实因为《我还年轻》啊 我觉得这首歌 真的还特别去凸显张青芳的高音 如果你第一张专辑 激情过后 听他的高音还听不过瘾 就要听《我还年轻》 因为已经是濒临尖锐的 高音的临界点 我不晓得老编是怎么想 但是其实我蛮喜欢 这首歌的结尾 因为它后面有一些 合音啊拍手 我觉得是蛮有巧思的一首歌 这首歌张青芳在唱的时候 才20岁啊 所以是可以说是什么 少女阿芳的烦恼吧 就是歌词里面讲的这个女孩子 就是刚刚像这个少爷讲的 在激情过后的女孩子 似乎心灵上有一些创伤 有点焦躁不安 歌声里面听起来很聪明很灵巧 但是其实他对这个感情怎么样 来抱持了一点恐惧感 一点点距离感 这个我记得在那个年代 应该是所有学生在聚会 或参加团康的时候 一定会唱的歌 其实歌词内容讲的一点都不团康 一点都不是什么兴奋快乐的歌 其实讲的东西还蛮刺激的 我觉得歌词 真的我也想跟老编讨论一下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 我觉得有一点点迷 因为我自己感觉 我如果以一个比较轻浮的角度 我会觉得好像是应该回忆一个变态吗 因为他说陌生的感情不要太接近 然后噩梦中不停的追逐 在沉睡中惊醒 他到底是被什么东西吓到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会不会是某方面 这也许是这个老编的过渡解读 会不会是某方面 这是反映了一个女性 对于她身处在这个社会里面 就是会不会有点担心 会不会被这个身边的男性 用这个不合理的 暴力的姿态 对待的一种恐惧感 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 因为他一直强调 噩梦中 黑暗中 灰烫的眼睛 老实说 这些歌词看起来不是这么的舒服 他跟 对对对对对 大家以为这是一首好可爱的女生 说他自己很年轻 不是这个样子 好像带了一些更深刻的 想要反映出 女孩子要生存在这个社会中 面对这个男性眼光的包围 是不是有些压力 是不是有些压力 有些不舒服 有些想要挣脱的地方 其实这个东西你想想看 现在听起来非常的当代感 就有一种女性意识抬头的感觉 但是大家不要紧张 我觉得张青芳一定会用他的高一 吓走这些暴力男性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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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老编童年的家 是在这个铁工厂的这个隔壁这样子 所以我对这首歌 我还年轻最深刻的印象 是那个时候在铁工厂工作的 这些哥哥们 他们每天都要播放个大概几十遍 就是一直重复的播 我还年轻这首歌 他们好喜欢这首歌 他们会跟着唱吗 他们不会跟着唱 但是我每次想到 我还年轻的时候 就会想到铁工厂的 那个声音 就会伴随着我的回忆出来 1986年很特别 熊美颖老师 据说在1986年的时候 就进了我们刚刚讲到的 张青帮跟范怡文所属的 点将唱片 成为点将唱片 第一位内部公司的制作人 所以你可以想见 林秋林跟熊美领 他们的很多作品 都被点将的卖座天后 拿去唱了 接下来之位 绝对就是点将卖座天后中的卖座 二姐将会的台语歌 感情放一边 这也是将会的超级名曲之一 我觉得真的也是很巧妙的 融合了国语跟传统台语的 那种会靠啊 还有那个台语的那种情境 我个人喜欢这首歌 是胜过酒后的心声 me too 也是 真的太棒了 我刚刚下一句话 就要接这个 我就说 我觉得这首歌比酒后的心声 多了很多的细腻 也更多了洒脱 我喜欢这种更聪明更大气的将会 而且我觉得这首歌 它的影响力真的是不输 酒后的心声 我觉得在后面有一些 社会的文本 或者歌词的文本 我觉得都会用到这一个词 就是感情感情 我觉得是非常有趣 这些首很完美的烟酒歌啦 就是说你可以放在这个 传统台语的这个 聆听的这个这个这个场域啊 或者是感觉里面来听 你也可以 可以把它放在这个90年代初期 整个华语流行音乐的范畴里面来听 都是非常精彩的一首歌 就是我们刚刚有讲 我总觉得就是 林秋梨加熊美琳 就是一种人间烟火 就是他 你可以感受 感受出那种 也许就是可能 熊老师在炒菜时候的那个味道 菜的香味 然后那个开那个瓦斯的热度 你都可以感受到热潮的感觉 这首歌如果在热潮电厅 是不是也很适合 对 对 我们讲到了这些这个 点将的这些天后们啊 林慧平在点将时期的 解法一辈子 也是熊美琳老师写的曲 当然就是除了点将之外 很多公司的 其他唱片公司的女歌手的代表作 也是来自于熊美琳的 林秋梨的合作 例如我们刚刚讲到林慧平嘛 歌龄时期的林慧平 有一首非常重要的抒情代表作 也是林秋梨跟熊美琳的作品啊 这歌名讲出来 大家可能就开始激动了啊 这的确就是很多人 童年的回忆 吴晴璇 怎能听我说 应该进入你生活 当初爱我 为什么 对你无法留 不甘有缘由 只能够说服自己 你没有错 温柔的歌 然后但是到了副歌 整个就是激昂起来 我觉得是一种很 哀怨的一种缠绵 我特别喜欢就是 就是你知道温柔的 赫轩啊 那边有个啊 他没有叫你叫的这么难 配合 我故意要凸显慧平的啊 请大家去听那一首 那一句 那个字啊 我觉得非常游戏居心 非常的令人惊喜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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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林慧平在这个 吴晴璇之前 发了这个走在阳光里 大家想说 会不会他开始要走 一些比较轻快的路线 对对对 他变成什么 城市少女吗 没有啊 他那时候只是做一点 小小的变化 下张专辑又回到了 他最擅长的种苦情 情歌的路线 再创生涯高峰啊 这首歌 老编 以前听的感觉 跟现在的感觉是一样 我真的是一秒 就可以回到 民歌西餐厅的感觉 你就可以想象一个 对一个女歌手 弹着吉他 坐在那个 民歌西餐厅的舞台上 在这个诉说的一段 他无缘的感情 你弹错了我生命的和弦 温柔的和弦 弹过了千万遍 听不到你说爱我 情歌一直 我的阿没有慧萍好听了 慧萍也很会唱了 欢迎大家回去 直直细细的把吴静玄 这首歌从头听到尾 非常好听到 林慧萍的代表作 无物 讲到了这个玉女掌门人之一的 林慧萍 他另外一位玉女掌门人 那就呼之欲出了 他也要出来了 他也唱过林秋林 跟熊美玲的作品 谁呢 保利金时期的杨玲 也唱过他们的歌 我那么那么想你 我早已早已开始后悔 在所有所有回忆之中 我对镜子掉下眼泪 我那么那么那么爱你 我终于终于开始面对 在如此如此孤单时刻 卸下脸上层层发挥 为过去掉眼泪 这首歌收录在他1992年 就是《请信》那张专辑 他主打歌是《零下几度C》嘛 然后呢 他的另外一首主打歌 就是《我那么那么想你》 我觉得真的跟《零下几度C》 有做出一个差别 而且刚刚慧平 就是一个苦嗓哦 但是杨玲 他完全用的不是 这样子的一个唱法 我觉得他的 他展现出来的缠绵 是一种充满小女人的娇称 是那种又很甜的苦 然后我很喜欢他 在歌词里面用了很多碟字 《我那么那么那么想你》 我早已早已开始后悔 其实那给人家的感觉 那个歌词是非常的有impact 很有印象感 在这个林秋宇老师 这么多的歌词中 我个人真的特别钟爱 这一首的歌词 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讲的 也是个单身女子的心情 可是它是适合杨玲 这个形象的单身女子 不是陈淑华那种 聪明独立自信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杨玲的人设 是一个看起来有点利落 但是遇到爱情 就会呆掉的那种恋爱脑的女生 我觉得林秋林熊玲 其实帮那个时候的杨玲 点出了一条蛮有发展机会的路 就是你不要走陈淑华的那种单身女子 你可以做另外一种单身女子的代言人 但我觉得这条路并没有发展下去 因为后来大家都知道杨玲就感情人了 他就变成梦路了 性感梦路的路线 当然也很成功了 只是我有时候在想说 你知道现在不是很流行什么 AI歌手吗 什么AI孙燕之类的 我还蛮想听到 也许未来我想听AI杨玲 杨玲唱什么歌 唱无情玄吗 唱个梦醒时分 对我蛮想听听看说 杨玲的声音来唱单身女子的歌 会不会真的如同老编当时所设想的 其实蛮适合 不知道这首歌的歌词 我非常喜欢其中的两句 陌生咖啡店的洗手间 被我用来掩饰那哭泣的脸 我也真要讲 我最喜欢的歌词 其实是他的一开始的前两段 就是突然疯狂想约某个人 走在鱼里过一天 陌生咖啡店的洗手间 却被我用来掩饰那哭泣的脸 我觉得这两句话就很有 戏剧 很有画面 很有戏剧张力 然后能够把这一个人的那一种心境 就是呈现出来 因为突然然后疯狂想约某个人 我很喜欢这一句 对啊 为什么会突然疯狂想约某个人 走在鱼里过一天 一定就是有些事情 你想要 想要想要避开嘛 对 然后 对 然后他到了一个陌生咖啡厅 里面的洗手间 然后他一定是哭了满脸 对 对 他躲到洗手间里面来哭 就是一个失恋的心情 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听的时候 我真的有被洗手间这三个字给吓到 我说了吗 我觉得林秋玉老师 他没有在意用这些所谓的很世俗的字眼 那个时候不会有人在给一个玉女歌手唱的歌曲里面 把洗手间 对对对 你总觉得洗手间 哎呀 这是另外一种地方吗 你把它写出来 可是又是这么的切合 杨玲在歌曲里面会遇到的情境 我觉得真的是太棒了 这个 其实在这个林秋玉老师的这个歌词里面 常常会有一些突然跑出来的句子 我觉得就是会让人心里一震 就是说 对对对 这句写的好真实 好贴近我们的人生 这个 夫妻党 熊美玲老师跟林秋玉这个歌 我们刚说的一直很有这个人间这个烟火的味道 透过杨玲这种很有质感的嗓音唱出来 他的确会唱出一种新的味道来 另外一位天后跟杨玲有一点像 他不是走这种人间烟火的路线 他是高冷的路线 可是他的高冷也的确赋予了这个夫妻党作品 另一个层次的享受 这个未来就是我们也是常常提到的黄音音 但是呢今天大家是不是以为我们要介绍枯杀 好 抱歉 没有 没有风吹来的杀 今天我们介绍的是另外一首 音音姐唱林秋玉老师很好听的作品 黑夜白天 我和你就好像黑夜白天 匆匆的见一面 就断了所有所有思念 一切一切缠绵 那些那些婚姻梦前 哦哦哦 什么时候我们再见 和月和年 那时候一定是 苍老的容颜 哦也许不说话 却只想再看你 我喜欢黑夜白天的程度 应该是远远高过苦沙 我觉得 这首歌我就由黄茵茵来唱 我觉得真的是百分之百的合拍 因为你会觉得 她就是一个高冷的一个熟女 她真的是已经过境迁返的回顾往事 那种很压抑的情绪 我觉得在这首歌里面表现得非常好 而且我觉得这首 我觉得茵茵姐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很像就是在你的面前 或是在你的耳边呢喃的感觉 我觉得特别是在这首歌 我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 我想法跟你一样 你知道这首歌里面有一句 我实在是觉得爆炸的好听 没想到这也是前世注定 它是有点像是A段跟B段之间 叫转换时候的那一句 我觉得那一句好好听 虽然我们没有选枯杀 其实我觉得是老编有一些个人原因 我觉得枯杀这首歌 我一直觉得它不是属于黄茵茵的歌 我个人是这样子觉得 我觉得它是属于高盛美的歌 我的想法真的就是如此 虽然说高盛美是翻唱 可是我觉得你不觉得高盛美的翻唱 非常符合那首歌该有的情境吗 在海宿命的女子 然后风吹来的沙 等不到去逃海的男友回来的感觉 我觉得那个更适合高盛美 不过当然了 英英姐的枯杀早就是经典了 我们有没有介绍都不会改变 枯杀这首歌 而且熊美玲老师也因为枯杀这首歌 拿到了第三届金曲奖的最佳作曲人奖 这是个非常厉害的记录 厉害的原因不只是拿到金曲奖 而且你知道 他当年打败了哪三个人吗 谁 李宗胜 罗大佑 李太祥 电堂级的三位大师 电堂级的三位大师 被这位温柔的女子熊美玲老师给击败了 你就知道说枯杀那首歌在当年在台湾 有多么的重要 熊美玲老师除了是备受肯定的作曲人之外 他也当过唱片歌手 他这个1995年出过了心甘情乐 1989年 他出了这个心变这张专辑里面 还重唱了他写给别人的经典情歌 这首歌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正宜演唱的敲通我的心 你悄悄悄痛了我的心 用世间所有感情 你深深责备我 如此任性 我悄悄悄痛了你的心 也不会改变决定 就当我是这世上最无情 你悄悄悄痛了我的心 你悄悄悄痛了我的心 不管我怎么伤心 你可曾听见我 深深哭泣 我悄悄悄痛了你的心 你才是真的无情 尽伤害我 这最爱你的心 这首歌 我觉得是 你也知道正宜唱歌 就像老编正前讲 他就是360度 从四面方方而来的 那个情绪 这是一首正宜 他最具商业性的 纯流行情歌 他那个整个张力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 熊美琳啊 南方都翻唱过 但是我觉得正宜的版本 总有一种非常特别的一个感觉 我觉得正宜的版本 没有那么Tone的感觉 我觉得他没有那么多 挣扎啦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过瘾 他唱的是这种解脱 他的痛是这种解脱 你看 他的歌曲也讲的是什么 是说 这个女生把这个门关起来了 不让这个男生 男生想要求和 想要复合 女生赶快把这个门关起来 但是他就听到 那个男生一直在敲门 就说 你不要走 你不要走啊 然后他每敲一声 这个女生的心 又痛一下 你敲敲敲 痛了我的心 一声声责备我如此忍心 但是下一句是 我瞧瞧 瞧透了你的心 就当我是世上最无情 他已经做了决定了 你无论再怎么敲 我心再怎么 我都不会再打开这扇门了 这歌词就写得非常非常的棒 这个接下来的这位歌后 他演唱林秋吕老师的作品 即使在歌词里 没有像这个敲痛我的心 有这么多痛这个字 但是我们都感受到了另外一种 没办法又言语诉说的痛 我有时候觉得 林秋吕老师会不会是 最懂这位歌手的作词人 这个让大家来想想看题题 这位歌手是蔡琴 我们要来介绍她的 《太阳出来了》 而我有点像 是忘了关掉的路灯一样 太阳早已出来了 我还傻傻的亮 我不是故意要这样 只是我无法避开 身在荒芒人群中 心灵装来装去后的创伤 我不是愿意要这样 把爱被放在我的手中 怎么能知道 这一次又会不会再受伤 我老实说 我真的非常喜欢这首歌 我觉得这首歌 在当时应该是她 蔡琴在《飞迪》的最后一张专辑 我觉得做出一个完全不同的感觉 因为她跟她前作 她前一张专辑是谈心 谈心就是蔡琴比较擅长的古典风味 其实《太阳出来了》这首歌 她其实整个曲式是 带一点律动的节奏 我觉得带一点雷鬼味 然后她的蔡琴的声音 其实非常有细节 而且我觉得最有趣的是 她的歌词其实是很愁苦的歌 是一个带的节奏的旋律 所以我总会觉得 好像在歌词里面 有一种自嘲的感觉 而且我也很喜欢 她在里面的比喻 那个比喻 是很少人会用的 叫做 我觉得我好像是一个 忘了关掉的路灯一样 太阳早已出来了 我还傻傻的亮 我非常喜欢这种 这种批语 我觉得林秋宇老师 写给赛琴的几首歌的 那个歌词都 我觉得才是 深入到了骨子里面的感觉 1991年这首歌出来的时候 老实说那年 当年我没有非常懂这首歌 我只觉得这首歌好沮丧 但是编曲超好听的 她那个鼓声好好听 但是为什么要唱这么无奈的歌 因为真的觉得这首歌好惨 当然你说日后就会理解了一些 也许蔡杰那个时候的某些心境 是林秋宇老师理解了 他们也许有聊过某些事情 就感觉说原来如此 字里面的歌词 有太多好棒的句子 他说 那个时候竟然没有心情 听完一首抒情歌 光是这一句 你就知道说 那个情绪有多差 这个女子的心情有多差 朋友认为我的感情 就像弹在碗里的烟灰 某个人听过时 他就是飞起来 又让我流泪 用烟灰来比喻一个人的感情 这么容易被挑起来 然后一挑起来之后 那个烟灰会让人流泪 那个层层的比喻 真的比喻的非常非常的精彩 讲到了太阳出来了这首歌 我们接下来还要继续介绍 蔡姐蔡琴演唱 林秋宇老师其他的作品 不过接下来我们介绍 这一系列的歌 就不是林秋宇老师 跟她的夫人熊美玲合作的作品 是林秋宇跟其他作曲人 非常精彩的合作 也有非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歌 她整个听下来真的应该会惊叹连连 接下来介绍的这一首蔡琴的歌是 黄国伦写的曲 收录在她1995年 蔡琴的午夜场这张专辑里面的 经典的经典作品 点亮霓虹灯 天亮霓虹灯 粉刷着黑夜不会那么深 纵然心一冷也把爱当作真 天亮霓虹灯疲倦的眼神不会那样成 我的梦依然在红尘中翻轮 我觉得啊 那时候刚听 那时候第一次听的这首歌 我只是单纯觉得这首歌的曲 非常非常非常的优美 那后来真的是因为蔡琴她离婚了 然后这首歌就有很多的故事出来了 然后再加上蔡琴在离婚之后 其实过了好几年 她每次在演唱会唱这首歌 她都会哭 然后我就会非常的感动跟心疼 因为她说她现在还会哭 是因为她的心还活着 天哪你会觉得 我的妈啊 你只要再回去听这首歌的歌 当时蔡琴她的经历 你真的会觉得那个 真的是非常非常揪心 你会为蔡琴感到无比的心疼 我很喜欢这首歌里面 她其实里面讲的很多 其实都是 可能就是在描写 她那时候跟蔡琴跟杨德昌的婚姻的事情 比方说很难堪的是 里面有一些伪装 或者是点亮霓虹灯粉刷 她其实都有一种 其实表面跟实际上 有很大的落差的这种描写方式 对对对 我完全认同 就是让人心疼的部分 还有这首歌纯粹的那种 哀伤的美感 没错 真的也是好美的一首歌 但是是凄美的 就是有点 伤到了谷底 再去看这个夜晚的霓虹灯 把这个失去的无奈 一层层的撕开来 真的是每一句都写到了痛点 当然就是 因为这首歌跟 蔡琴的这个婚姻 必然会提到杨德昌导演 就会觉得说 好像这个就是他们婚姻中的这个全部 不过我想就是 也许从杨德昌导演的角度来看 这段婚姻有另外的一种解读的方式 不过这个流行歌曲嘛 就是如此 他其实就是讲一个 那个当事者 他的心情这样子 在这一点上面 我觉得林秋玉老师是完全抓到了 这个感觉 而且如果我们把刚刚的太阳出来了 跟点亮霓虹灯 交换一下顺序来听 你先听这个点亮霓虹灯 再听太阳出来了 他们中间刚好讲的是 一整个夜晚的故事 夜开始了 我点亮霓虹灯 然后我就失眠了 那整个晚上我在想很多的事情 想到太阳都出来了 对那是一个 两首歌写进了一个失眠的夜 一个失眠的女子的一个心情 我觉得这两首歌可以算是 蔡姐这个哀伤的歌里面 我觉得是登峰造极之作 这个 但是有机会两首连在一起听 那个感受真的会非常的特别 讲了这么多女歌手 其实林老师 林秋玉老师 也成功捧红过很多男歌手 尤其是他在这个千禧年后 这个担任了这个台湾海蝶音乐的 海蝶唱片 对所以 有很多 现在大家觉得就是歌王等级的 实力派的唱将 都是跟着林秋玉老师发掘出来的 接下来这位金曲歌王 我们来介绍 他演唱林秋玉老师写的词 林俊杰演唱的 不为谁而做的歌 梦为努力浇了水 还在背后往前推 但我打起头才发觉 我是不是忘了谁 累到整夜不能睡 眼神哪里都是美 一定有五个人 他 过过 避过 刹过 买过 他是谁 我想这应该是 林秋玉老师最新的代表作吧 应该是他最近的作品当中 应该是知名度最高 也最受到欢迎的一首歌词 因为我觉得 即使到了这几年 我觉得林秋玉老师 还是有一些蛮新 而且很有现代感的歌词 不只是这首歌 还有像是JJ的另外一首歌 我也很喜欢叫做新地球 这一首不为谁而做的歌 我觉得 对我来说 我觉得他的特色的点 就是他整个曲式是非常的跳跃的 JJ也是蛮厉害写这种 不是传统抒情歌 他写的是一个 我觉得很活 很跳的一首歌 我觉得歌词是很难填 蛮励志的一个歌词 对 这首歌讲的是 无名英雄嘛 就是一些 在你身边 在英雄身边默默付出 帮助这些 帮助这些英雄被看到的人 这个回头才发现 原来有这么多人 有一个人守在你身边 帮助你这些事情 这个JJ也因为 这首歌 我记得他好像拿了金曲奖的最佳作曲人吧 这个林秋衣老师曾经说过 这首歌他写的时候 是希望提醒大家 珍惜 在忙碌的时候 不要忘记了 身边那个重要的人 即使这首歌 歌名就这样讲 不为谁而写的歌 就是要献给那些英雄 其实在这个林秋衣老师过世之后 大家当然会想要知道这个JJ会不会有一些悼念的这个说法 他那时候就留下了两句话 我觉得很简单的话 但你可以感受到那个师徒之情 他说林秋衣老师就是我的恩师 我在音乐世界里的英雄 我觉得这个就完全讲出了这个师徒之间的这个情感 我们这个节目的今天自己的录制是在这个金曲奖的这个颁奖之前 所以我们并不会知道金曲奖那一天会是谁来 这个致敬林秋衣老师 那讲到了这个海蝶音乐的这个JJ JJ是海蝶音乐出来的这个歌手 另外一位被这个林秋衣老师发掘出来的歌手 我们节目是不是第一次接到他的歌 第一次第一次 也是出登场的 阿杜演唱的天黑 整个世界突然一起天黑 爱在眼前无声崩溃 摔层粉碎 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一种撕裂的感觉 嘴里翻着血腥滋味 多么伤的离别 我承认我最害怕天黑 梦被掏空的错觉 我已不再是你的谁 想到就会心脆 林秋衣老师也是真的很用心 把一些新加坡啊 或者是一些新马的歌手 把他带进台湾 那我觉得阿杜呢 除了JJ以外 阿杜应该就是另外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 这首天黑 我个人喜欢这首歌 大鱼 他一定很爱你 我觉得阿杜他的沧桑啊 或者他深情的歌声 在这首歌真的表现得 无庸置疑的好听 而且他比较慢版的声音 你可以去听出他歌声里面 因为他就是标准的一个 哑嗓沧桑感 那个颗粒感 或者是细节 非常的揪心好听 而且我好喜欢里面的这两句歌词 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一种姿劣的感觉 嘴里泛着血腥滋味 多么伤的离别 你感受到这个男人 他那个痛苦 是几乎是咬到嘴巴到流血的 那个感觉 就是他要咬牙 要忍住那个很伤很伤的离别的感觉 阿杜这个沙哑的嗓子 唱起来真的是太好听了 这首歌也让这个林秋宇老师 又一次的入围了 这个金曲奖的最佳作词 其实林秋宇老师在很早以前 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熊美玲老师 是第三届拿了作曲人奖 隔了一年 林秋宇老师就拿了进去讲的最佳 那时候还分国语台语作词人奖 他拿了国语的最佳作词人奖 这个南方二种唱演唱的 我从南方来 感谢你今天的收听 等等节目还没结束哦 还在听的忠实听众 还喜欢这一集的主题吗 提醒你 现在我们也开放小额赞助咯 想支持还在听吗 欢迎点击节目资讯页面里的 斗内连结 详阅公开说明书 现在让我们回到节目 继续还在听 这个除了林俊杰 除了这个阿杜 这两位男歌手 跟林秋宇老师的合作之外 下面这一位金曲歌王 他跟林老师的合作关系 也是广为人知 我们曾经介绍过的 吴思凯演唱的爱与愁 爱与愁 还有年少的执着 我们竟然深深相信 这是全部生命 于是用力燃烧感情 可是爱与愁 谁能靠它活多久 我们终于可以确定 彼此无法身材 在倾盆大雨的夜 决定分手 这首歌真的是 吴思凯90年代的代表作 我非常喜欢它 超喜欢 我觉得这首歌 不管是它的拉丁吉他 引出了神秘感 忧郁感 或者是它副歌 那个高潮 无话可说的演唱跟词曲 然后我特别喜欢 这首歌的Bridge 它的桥段 而且我记得林秋林老师 也提到在90年 他说他最满意的作品 其实有蛮多都是吴思凯的歌 什么爱要怎么说 跟这首爱与愁 可以说是都是他个人 点名最喜欢的作品 你看他从他80年代 他也很喜欢 他最喜欢的那个抱着你的感觉 一路写到爱与愁 你看从肉味 然后写到了这种哀伤的离别味 你看这个感觉也可以感受得出来 那个那么多的时间里面 他到底累积了多少故事 发展出了这么多好的歌词 其实除了这些哀伤分离的歌之外 林秋林老师不是只会写哀伤的歌 他也很有少女心 接下来我们会介绍好几首 我觉得是各种不同的少女心的歌 但是在我们转换心情之前 又来工商宣导时间啦 还在听除了Podcast之外 我们现在也同步上线了YouTube 如果大家是在YouTube收听 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 喜欢的话不要忘了 按赞分享跟订阅哦 对 我很用心的去把这些Podcast 转换成YouTube的影片 请大家多多支持 对 大家听过一遍 觉得有趣 也可以再去YouTube 看一下 搭配图片的感觉 很不一样 有听又有看 有听又有看 有封面可以看哦 好像在夜市叫麦 好了 我们现在的心情 真的可以稍微放轻松点 因为现在歌真的都好少女了 第一首歌 这首少女心的歌 在本节目是命运非常坎坷的一首歌 我们在介绍经典女团的时候 这个团体的歌被我们列在第11位 我们介绍十大女子团体 被删掉了 被删掉 不好意思 然后介绍周志平跟同安格PK的时候 本来也列在这个 也被列在周志平组的PK的 选手里面 不小心也被我们删掉了 好不容易 等到了林秋里老师的团体 今天再不介绍 怕介绍不到了 这是这个女子团体 粉红派对演唱的半透明的心 有人醉过爱过 告诉我不要坠落 却还是不能抗拒这种诱惑 感情的世界永远半透明 永远半透明 叫人快乐又伤心 总是目中生有我在休息 却又装磨不定 爱人的心思永远半透明 永远半透明 让人快心有担心 有担心 什么时候表白黑夜黎明 这样伴随伴起 这首歌啊 我真的我小时候听 就非常有印象 因为我有印象的点是 这两个明明就是一个 姐妹的一个少女组合嘛 但是她们的合音 怎么会这么好听啊 而且如果是以一个少女组合 两个人的少女组合的标准去看 她们的歌曲的高品质 也太惊人了吧 因为我觉得周治平的曲 真的就是很容易 就是抓紧你的耳朵 然后歌词里面啊 林秋林老师都写半透明的心 我觉得这非常有那种偶像的 那种清新感跟神秘感 最美丽的酒 永远是有点半透明 就像爱人的心 永远也是半透明 让人看不清楚 欢喜又担心 我觉得这个歌词 以这个女团的这个歌词来讲 其实写的是相当成熟 可是又非常的有意境 然后你讲的没有错 我觉得这个秋萍嘉萍 这对姐妹 她们的和声很好听 也让这首歌 即使这个粉红派对很不好意思 连续被我们遗漏了几次了 这一集一定要介绍出来的原因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而且你可以看得出来 林秋林老师 其实写给女团体的歌 都写得很有质感 是开心 这个遗珠被我们捡回来了 接下来这位歌手 他其实不是走少女心的路线 可是我真的觉得这首歌 也很有少女感 一个很怕情人离开了 会让他伤心到老的一首歌 陈洁一演唱的《伤心》 陈洁一演唱的《伤心》 爱过的谁都无法忘掉 如果我这样就看你走了 一定会伤心到老 一定会伤心到老 我是Kate粉 陈洁一的94年的《伤心》以来 我就一路跟着他 但是我必须凭良心说 第三张专辑《伤心》的这首主打歌 虽然他这张专辑里面 最有名的歌是 记得吗 《喜欢你》 但是我觉得这一首主打歌《伤心》 我自己个人觉得 我觉得有一点点被低估了 因为我觉得《伤心》 开山之作 非常好听的抒情作品 然后第二张专辑的《逼得太紧》 《逼得太紧》这首歌 虽然主打歌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觉得很怪 但是就是因为怪 那个诡异的非常有特色 但是到了第三张专辑 我觉得陈洁一就想要用一种 什么亲情歌来包装 好像乍听之下 好像没什么特色 但是But 我觉得当大家不断地再回去 重新仔细听这首歌 其实这首歌它的高潮 或者它的演唱 其实我都带着 我觉得带着有点像陈洁一 它自己最擅长的音乐剧的感觉 它其实是很有戏剧张力的 没有错 我的感受跟你一样 我觉得我这一次重新听《伤心》这首歌 我觉得很像我刚刚讲的杨玲那首 我那么那么想你的续集 刚刚那首歌就是讲说 它有点忘不了旧爱 有点舍不得旧爱 这首歌就是它试得要跟旧爱怎样 重燃爱火 但是又有点进退两难的感觉 所以就是最后决定说我一定要留住对方 为什么 虽然歌名是要伤心了 但其实这个唱歌的人 他不想再伤心了 他一定要把这个 把这个 陈洁一带中 我们就说对方是男生 一定要把他留下来 如果我就这样看你走 一定会伤心到老 因为不论我们怎么闹怎么吵 爱过的都无法忘掉 哎 你知道现在有一个名词叫做恋爱脑 我觉得这完全就是一个恋爱脑的女孩啦 我觉得很可爱 对 而且陈洁一唱得很好 我觉得就你刚刚讲的是那个音乐剧的感觉 很有情境哦 可以 我觉得 因为陈洁一自己本身 他后来是不是也有去演雪狼狐 对 对我觉得他掌握音乐剧的东西 或者是这种有点戏剧张力的歌 真的是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好啊 我我好喜欢伤心这首歌 介绍的两首就是不同的人唱的都有一点少女感的歌 接下来这首歌通常大家不会把它放在少女型的系列里面介绍 但是我觉得这首歌的这个歌声表现啊 是这个歌手应该是最少女的时期 没有错吧 因为第一张在第一张 对 而且经过这么久 你再回去听这首歌 真的会被这位歌手当年这么纯净 真挚技巧不多 但是非常可以唱入心里的这个歌声给感动啊 谁呢 张慧妹的 简爱 把爱剪碎了随风吹向大海 有许多事 让泪水吸过更明白 天真如我 张开双手 以为撑得住未来 而谁担保爱永远不会染上尘埃 把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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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碎了随风吹向大海 越想得深 越明白 爱要放得开 是我不该 怎么我会 卷着你卷成未来 让容情的转眼间变成了伤害 我个人最喜欢的阿妹的抒情歌之一 真的是最 一定是前三 我觉得我自己以前 我会自己问自己 你看多神经自己问自己 我会比较喜欢听海 还是比较喜欢简爱 我觉得以前我好像会选听海 但是其实现在我会选简爱 我现在觉得简爱它的旋律 我觉得特别揪心 然后它有一种非常内斂而委屈的一种铺陈 而且我不晓得老编知不知道 简爱这首歌的歌词 可是在我们念书的时候 是特别拿来当作教材 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 不算是教材 它应该算是一种考题 因为当时就是在国文里面 会有一种修辞学 然后简爱它其实在里面就是转化的一种修辞 因为爱就不是一个有形体的东西嘛 它怎么能够剪呢 所以它用这种修辞 就是把爱已经是一个形象化了 变成是一个有形体的东西 然后去剪 所以你知道吗 我们对于这首歌的歌词 是非常非常非常有印象 因为我们考试会考 所以你真的会去比较简爱跟听海 这两首歌 哪一个哪一个更打动你这样子 对 OK 好 那我就要告诉你我的想法真的跟你一模一样 我以前大概就可能十年之前吧 我喜欢听海胜过简爱 你总觉得听海很过瘾 唱那种大海里的痛 对 我觉得简爱听起来就觉得 就我刚刚讲的 好像就纯爱感比较多 比较少女一点 但是现在真的 年纪也大了 回去听这两首歌的时候 我觉得简爱真的会更打动我 因为他很纯粹 我觉得这种很纯粹的歌 然后透过林秋玉老师 就是很会写 直白的 人世间的 那种没有太多修饰的感觉 我觉得就是特别特别的打动人 好好听 好好听的一首歌 好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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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随时随地听简爱 我会非常非常 我真的被感动得乱七八糟 真的 大家这样一路听下来 从芝麻龙眼 蔡强 到阿妹的简爱 有没有觉得很不可思议 就是这么多的歌 都是林秋玲老师的作品 当然有很多是这个 他跟他夫人 熊敏老师一起合作的 也有很多是后期 林秋玲老师跟其他作曲人的合作 太好听了 你可以从林秋玲老师作品里面 看到了整个最繁华的 华语流行音乐的那个年代 从八零年代的中期 到九零年代的晚期 千禧年的初期 整个林秋玲老师都参与了 都给我们非常非常好听的歌 真的 老编 我想少爷也是吗 我就非常感谢林秋玲老师 送给我们的人 人间烟火 非常漂亮的 真的是感谢林秋玲老师 熊美玲老师 如果你有听到自己 真的请多保重 虽然我们没有介绍到刘德华 再谢谢你的爱 但是我很想讲 就是谢谢你们的爱 台湾乐坛有过你们的作品 真的太好太好了 虽然说这个林秋玲老师 这个名字本身 就有一种很特别的惆怅的感觉 有没有 秋天的离别 老编可能从我自己的 这个价值观去看 我觉得虽然秋天是离别 但是每年都会有秋天 就代表我觉得 林老师的作品 它会不断地在循环 每次当你遇到了某种情绪 一种感性的宁静的时候 你都会想要去听听她的歌词 然后感动也会持续下去 再一次 谢谢林秋玲老师的歌词 然后也谢谢林秋玲老师 谢谢兄妹林老师 然后这一集 我们这个筹备许久了 终于推出了 也希望大家在这个金曲奖的颁奖之前 跟我们一起回顾林秋玲老师的作品 今天谢谢大家的收听 对 也不要忘记了 把你最喜欢的林秋玲老师的作品 分享给我们 不论是在YouTube 或者是在Facebook 都欢迎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你跟林老师歌词的故事 对 等待大家都推荐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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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不出来 我的无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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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